那么最后我们对今天内容进行总结一下 来看我们今天都学了什么内容 今天我们主要学了反射 反射是我们了解的一个内容 那么到9月班你学框架的时候才会去使用 然后反射这些内容的话 我希望大家回去看一看主要是什么 获取它的三种方式 还有接下来这几个练习 你最好能掌握一下 然后还有暴力反射 暴力反射这里面一定要记住 set accessible 就是要去除权限的 你获取到还不算完 还得去除权限 然后还有这几个练习 这几个练习都去做一做 因为这几个练习都是黑马的面试题 然后动态代理 这个也是我们到9月班要学的 所以在这里面你只做一个了解 入过门就行了 不用非得强调自己一会 比较难 然后设计模式 我们学了技术班学了装饰单立 简单工厂工厂方法 适配器 模板 这么多设计模式 到9月班还会再去学一些 设计模式 然后新特性 我们学了自动装箱 范形 可变参数 定量导入 增强放学环 护制锁 还有这个美举 对吧 好 那么再往下走 我们学了GDK7的新特性 还有GDK8的一些新特性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内容 那么今天是我们基础班的最后一天 就是我们上完今天之后 就意味着你马上要升级去 升级就位班了 那么在这里面简单跟大家聊一聊 聊点什么呢 我觉得咱们刚开始来的时候 每个人都是信心满满的 摩拳擦掌越越一世 那么想通过软件 想通过IT这个行业 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那么通过软件 通过IT 也的确会让你短期屌丝逆袭 就说我们现在很多同学工作 这个薪资出去 在这在来之前 可能两三千 三四千 四五千 那在这出去之后呢 就工资达到了一万几 甚至还有这个更高的是吧 一万三四一万四五的 这都是有可能的 那为什么你在刚开始来的时候 信心满满到后期逐渐的 你会要自己去丧失信息 或者迷茫 让自己困惑呢 你想一想为什么 因为随着时间的这个流逝 你开始让你自己的这个锐气在递减 你没有去每天去督促自己 其实应该总去问一问自己 我到底来这干什么来了 那么咱们这个黑马呀 他不是你在这里面享受的地儿 你说咱们在这里面吃的不好 住的不好 玩的不好 所有都不好 那你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呢 因为你有更高的梦想 你想在这去成就自己的 曾经李扎成呢 在一次开会的时候 给他下面的员工 讲过这么一故事 他问 他说你们去加油站的目的是干嘛 然后有同学就 不是有同学啊 就有的这个董事 他就直接回答了 说我去加油站目的很明显嘛 这不废话嘛 当然他没这么说 心里可能是这么想的 说我去加油站就是为了加油的嘛 然后呢 有的人呢就觉得我回答的 是不是应该换一个思路去回答啊 说我去加油站就为了上个厕所 有的人说我去加油站是买瓶水 或者我去加油站休息一下 等等有各种各样的回答 但是李嘉诚都不满意 李嘉诚说 我们去加油站的目的是为了更早的离开 那么其实我们这里就是你的一个人生当中加油站 而你在这里面不是为了去享受 不是为了去玩 而是为了怎么样呢 为了更早更快的离开 等你进入到社会了 去成就自己了 让自己舒服了 你才能去感谢今天你 要不然明天的你如何去感谢今天你 所以我希望 这个基础班不是咱们的结束 而是咱们的刚刚开始 接下来会有更残酷的生活等待着你 我希望你 调整你的状态 拿出一个饱满的状态 去迎接新的挑战 好 那么这就是咱们这个基础班所有内容 那么不好意思 在这里面折磨了大家这么多天 希望大家能有一个更高 更好的发展 更高的发展 好 谢谢大家